来 哪个玩儿听着啊 还是张飞 等诸葛亮回来了 立刻叫他到西野城 拜见我大哥 听好了 不可 放肆 否则大军到中 放肆 走 刘备进山寻访诸葛亮 不料诸葛亮故意避而不见 这可把张飞和关羽气坏了 张飞直接现场发飙 却被刘备拉走 三兄弟在回城途中 又遇到一位吹笛书生 此时的刘备已经魔争 上去就问对方是不是卧龙 久仰将军 但我并非孔明 我乃孔明学生 柏林崔周平 哦 崔周平 先生大名如雷贯耳 刘备早已久仰 眼看刘备已经被洗脑 关羽气得直摇头 拉着张飞去旁边草坡喝酒 而刘备和崔周平 来到西边喝茶 一顿商业互捧之后 刘备再次抛出橄榄枝 先生如此大财 何不出山来 祝我堪平乱世 辅佐王爷 崔周平却哈哈大笑 表示自己不想上班只想躺平 世上没有神仙 再是却有神仙一般的日子 哼 岂不快哉 连孔明的学生都如此高深莫测 真不知孔明又该当如何 刘备对诸葛亮更加期待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张飞几口烈酒下堵 又开始大发牢骚 哎 这又是个妇孔 这一坐下来就卖弄这臭酸 二哥 喝酒 哎 这光说 管个屁用啊 这不定吃不定喝的 这连个鸡腿都不吃 哼 管甚用啊 旁边的关羽轻浮美然沉默不语 刘备回城之后 对诸葛亮日思夜想 每隔五天就派人 去龙中打探消息 甚至还梦到了诸葛亮 这天大雪纷飞 手下突然来报 诸葛亮昨晚回山了 刘备急忙带着关羽张飞前去拜访 兄弟三人踏雪进山 关羽却突然有了新发现 前面有一九四 上次来可还没有啊 刘备觉得有些奇怪 带着关羽张飞进入九四 结果遇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和一个书生正在高谈阔论 高谈王八惊人而 客官 绰喜言作 亲英风 东下骑程七十二 天下无人 能祭宗 要说诸葛亮 为了钓刘备这条大鱼 是真没少费心思 浩聚姿搭建一座九四不说 还请了专业的群众演员 把刘备虎得一愣一愣 刘备小心翼翼上前 询问二人谁是卧龙先生 我俩均不是卧龙 只是卧龙的朋友 我是影川石广源 他是汝南梦宫器 神秘高人的形象显露无遗 刘备更加卑微 邀请二人一起去见诸葛亮 刘备只能领着张飞观雨离开 等到了茅屋前 正好遇到上次的小书童 刘备怀着紧张的心情进入茅屋 果然看到一个书生正在读书 刘备以为对方是诸葛亮上前就拜 结果闹了一出乌龙 原来对方是诸葛亮的弟弟 诸葛君 昨天晚上才回到龙中 至于诸葛亮仍然外出未归 刘备这才知道找错人了 留下一封书信后准备离开 结果又看到一个白发老头漫步走来 先生来了 先生来了 先生 卧龙先生回来了 刘备二话不说 跑到老头面前又是一拜 把老头整为一脸猛逼 你是 新野刘备自全德 拜见卧龙先生 错了错了 他不是孔明先生 他是黄老丈 这下是诸葛亮的岳父 黄承彦 此行是来看望小旭的 老头笑呵呵走了 只剩下刘备一脸失望 旁边两个傻弟弟还在捕刀 刘备贪坐在地 开始思考人生 自己想凑个五排 怎么就这么难 关羽健壮实在忍不住了 张飞立马表示赞同 而且张飞还识破了 诸葛亮的用心 纳斯老是躲着不见面啊 这就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件嘛 可惜此时的刘备已经着魔 一心想着诸葛亮 认定诸葛亮就是自己的人生导师 下决心一定要把诸葛亮请出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